你好 欢迎收看7月24号的新北新闻网 我是陈慧玲 父亲节就快到了 今年新北市模范父亲表扬 戏指区举荐的周青池 获得新北市模范父亲第一名 24号上午市长朱立伦也特地前往拜访 而这位模范父亲 他是打破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刻板传统 十几年前辞掉了工作 照顾生病的妈妈还有家庭 并且热心公益 这也深受家人以及邻里的肯定 知道市长要来 这位模范父亲开行好几天 60岁的周青池 本来和太太都各自有各自的工作 但是十几年前妈妈生病之后 毅然决定辞去工作 一肩扛起照顾重哲 照顾母亲7年 一直到母亲过世为止 她打破了传统有女性 担任家庭照顾者的刻板印象 成为女主外男主内的新典范 这也让前来拜访的市长朱立伦很敬佩 称赞这位模范父亲有三好 好爸爸好丈夫也是好儿子 变成女主 所以本来要主化 我们角色就变成 她赚钱 她照顾妈妈 她是现代的女儿 现代的妈妈 但是是男生 是男生 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很不好意思 怎么会 对于男主内反而太太在外赚钱养家 周青池还很不好意思 不过她的孝顺及照顾家庭 却获得太太及家人支持及肯定 也因为周青池不但孝顺 教养儿女也有一套 所以她也获得了新北市模范父亲的殊荣 当天市长 议员 里长都来祝贺 恭喜我们周大哥 荣获我们新北市的这个模范父亲 因为他常年照顾这个妈妈 然后呢 这个可以说是 她做这些公议做很多事情 包括我们的新土队 我们的环保志工 我们的大夫志工 我们社区的新吉拉策 这都跟她搭上得很好 她人也都很放心 在这里有一个里面 结尾的我就很欢迎 让我增加无上的光荣 也谢谢里长陈安海先生的推举 让我当上模范父亲 谢谢我的家人 生能当模范父亲的一生荣誉 是我快乐的时光 可以让我慢慢品味 谢谢 礼拜六都欢迎大家 好 谢谢 你今天请我是这样 我礼拜六我们再请你吃一些点击 好 谢谢 母亲过世之后 周青池也积极投入 导户志工巡守队热行公益 当天朱市长也热情邀请 周青池全家28号参加 新北市政府模范父亲表扬 接受各界的祝福 这程惠林细致采访报道